- 欢迎大东 - 嗨 哈喽 - 先跟我们芒果TV甜蜜的任务的 - 把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 哈喽芒果TV甜蜜的任务的朋友们 - 大家好我是大东王温城 耶 我是史上最强的高东生汪大东 party time 那这次是来参加小芒的年终 狂欢派对真的真的狂欢很开心 哎呦狂欢怎么能少了我们大东呢 是啊 一定要party time 是不是 这是什么样的party呢这是 什么样的party 我要透露吗 我跟你说我们播的时候这个已经播完了 已经播完了 对所以尽情的分享 尽情的分享 哇这次真的太开心了 因为我本身是机甲控 然后也是喜欢特别收藏公仔 就算他们送到重复了 我也很开心 对 然后还可以跟一些巨大的机甲们一起演出 对更开心 这是属于一个舞台的特别设计吗 虽然终止一般校园剧 但我自己也梦回那个震魂街的时候 就像我背后的几位守护灵们一起跟我表演舞台 嗯 在戏里一起演戏 哇 太开心了 哇 2024年一开一年就这么开心怎么办 对啊怎么办啊 一定要继续开心下去的啊 好的 对 我们一看到你就很开心 真的 就是其实说到舞台前段时间一个舞台也让我们超级开心 热血中二魂都回来了 那就是我们和陈德修哥一起演唱的那首 Go 嗨 没错 我的伤的眼泪花为无忧 为你游泳 藏在无边无际 想像宇宙 爱你的我 哇 这次演唱这首歌什么样的心境呢 哇 什么样的心境 那首歌其实也 我自己本身是七八年没唱的 哦 因为这是修他写的歌嘛 对 那过来这首歌其实它本身 带给了我们自己真的是很多的回忆 嗯嗯嗯 那之后知道说 诶 又有机会 陪跟修一起 还是穿越到终极系列那个时候 然后一起在舞台上呈现这首歌 哇 真的极其兴奋 这一场表演 就自己一直看了很多次 然后就 哦很多小时候的回忆 小时候 哈哈哈哈 小时候回忆涌上心头 对我也是 学生的时候就在演学生了嘛 对对对对对 你现在也很学生啊 哎呀我也啊会聊天会聊天 少年了大东了 会聊天 好了不错的 来新年快乐了 新年快乐 恭喜八才 恭喜八才恭喜八才 这因为太多的经典的角色了 刚刚说到了汪大东 其实还有阿金嘛 哇 而且会做饭的阿金 哎呀 哎呀阿金 对 所以如果把这一些你饰演过的角色 把他们组团出道的话 你觉得他们每个人在团队里面是一个怎样的担当 什么担当 担当 想一想 各如所调 嗯 那中级班汪大东他因为是中级班老大嘛 八八高中的老大 就比较有那种队长的感觉 哎 哎 管理张罗大大小小 对 那鬼龙 因为他也是有一种万人迷的感觉 那我们就颜值担当好了 嗯 对那 绝对的 对 帅的 曹颜斌 正文接马 他伸手矫健 又能文能武 那他就 领武好了 舞蹈担当 这个很好 觉得很贴头 他今天就 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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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可爱 嗯 那又很像个弟 对 那就是 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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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是的 对 大家就会比较想照顾他 嗯 然后他又 他这个角色又是对很多事情都很认真执着 所以大家对整个团都很有贡献 大概是这样分类 真的很好 谢谢 如果如果再像今年的话或接下来你还想试演一个什么样类型的角色 会带给我们 如果你去年问的话我可能会想演什么 师兄 哈哈哈 师书 师书是什么 你是爷爷书 没有师书就是因为前阵子我的队员陈奕如 哦 他演了一部戏的 师 师 师 是师兄还是师书啊 哈哈哈 这两个还是有点 有点 对对对对 有点忘了 好像有 弄白发造型 可能是师书 师书 师书 是白发 哈哈哈 那就要在想说哇 那你都演师书了 那好吧 如果有机会我也试一下 但是 经过了 跨年这一次的演唱之后 哇塞 不要说你们爷亲回 我也 哦 爷亲 回 对就哎 如果 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 不嫌弃不嫌弃不嫌弃 那我好想 也在想回高中 校园时代 校园去演一家 也学长 也学弟都可以 不用学弟 学弟夸张 学弟夸张 对对 学长 老师也可以 对 有的啊 可以啊 对啊 很适合你啊 我也这么觉得 那一定要安排哦 安排 好 安排 太想看了 太想看了 安排上安排上 安排 学校一起回来了 好 其实前段时间呢 我们也看到秋天那会儿 有去我们王心灵姐姐的演唱会现场 不是秋天吗 感觉那个时候很像在夏天 我穿短袖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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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老公家里了 好吗 所以其实和心灵平常私下是什么样的友谊呢 私下 零互动 零互动 哈哈哈 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就是友情 嗯 深刻的情谊 嗯 不用天天 联系 嗯 一通电话 嗯 就是充满的 嗯 情感 嗯 对 就是逢年过节 肯定会祝福嘛 就是啊 星灵快乐 妈 星灵娘 演唱会加油 什么什么 然后哎 大家都在台北 嗯 那就 你也来吧 嗯 对 哦 那肯定呢 我刚好我也在 嗯 就去了这样子 然后就去了那边 哇 疯狂 因为我打call达人嘛 对对 就自己 心灵男孩申请出赞 申请出赞 必须出赞 对 那其实说打call 之前有没有为王心灵姐姐参加浪劫的时候打call呢 浪劫的时候 就是看电视肯定是帮她加油帮她喜悦这样 你就是私底下支持她 私底下就支持她 对 发生期帮她加油这样 那接着说到这儿的话 你看我们这个披荆斩棘啦 有没有就是想参加啦 想参加 下一季 哎呦 对啊 怎么能少得了你呢 对啊 自己本身就挺喜欢舞台的啦 就举凡有舞台的节目邀请我 我通常都不会拒绝的 就是除非是档期嘎不上 不然我都会很乐意的参加这样子 你的意思就是怪我没有邀请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说的 我没那个意思 是我的问题 我都是错 我没错 对对对 对 有机会的话 不要是披荆斩棘啊 乘风破浪我也可以参加 当然嘛 对是不是 小明哥都去乘风破浪了 对不对 我在旁边也可以念念有词啊 对不对 太好了 因为你是也很优秀的主持人 不不 很优秀的演员 很优秀的歌手 学习中学习中 很优秀的话题啊 哎 你的 这就是 总算是说到你的点了 对 美术生 那如果你参加 拼尽展集的话 你觉得你在里面 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担当 不对 又是担当 又要什么担当 我就感觉 做人一定要有担当 订便当担当 灯光担当 我真的蛮会打灯的 因为我学美术也有学摄影 对 对 摄影担当 帮大家拍短视频这样 我们今天的这个灯光打得还OK吗 我没有看到画面我也不知道 是吗 要检验一下成果才可以 对对 帮我加点那个眉眼 不是 磨皮 不 不能不能加 原视频 对啊 你的原图比上镜都好看 很好笑啊 就是粉丝都说 你路人拍的都比他自拍好看 这是为什么 我可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在那边修图 你们竟然说路人那样随便一咔嚓 还是那种那种动图 对 你这个实况图都比大东自己 修 Po出来的好看 我就 我还要不要面子 还有我自己也 老粉 这样说我 但我觉得其实是 真正的夸赞你了 因为你北人的 真的很赞 会聊天 一 二 你是懂 夸赞 对 那就说得夸奖了 其实大东 还是有个特别特别棒优秀的副业 这太会聊天了 你说你说 我们当时了是 还是个 Colfer Colfer 一出镜就说 他又想买盔甲 对 对 所以就现场回应是真的吗 此话不讲 哦 对美人医症啊 对 所以别人的副业确实赚钱 你的副业真的是在烧钱 不是 我这也有真的副业 有真的副业 我也有开餐厅啊 开法拉 哦 对 然后也有投资了一个 IP 也是关于二次元的IP 是真的也有在 呃 做副业啦 其实还不只有舞台 对对对 你不是 但也是 为什么大东西要去开法拉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 喜欢 应该说我学念美术嘛 对对对 其实我是想 当造型师 哦 对 然后也有在法郎 就是从事过 这个这项工作 也是热爱了 对 也是热爱 所以之后 呃 就是 有机会 当然会朝着一些兴趣 去多多方面发展 所以 口舍其实不是我的副业 嗯 是主业之一 哦 哦 哦 就原来 诶 会不会 刚刚 跟那些将军们 其中一个是不是也是大东 那个他穿自己穿的 对 有时候在那个曼展 那个美蒙着脸的 是不是他在赚外快打工 因为之前有 有一个 知道什么slogan叫 曼展找大东 是的 对 你就是举凡看到曼展 有一个一米八以上 然后 这个配备非常的齐全加精致的 你只要对他大喊 我都会抢 他可能就会 平住 因为以前我是会 呃 啊 然后就 太多了 我就 啊 就不是不是不是 我收工了收工了 我收工了这样 我真的是 拍不完的 所以直接当NPC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拍到真的 我助理都累坏了 就是一直在那边挡 然后干嘛 说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最后我们 只要有人来 我就 我收工了 收工了 最近有没有 魏莉慕斯的某一个角色 做出努力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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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就 呃 为什么角色 出出怎样努力了 老子你再迅速过节奏 其实最近 呃 最近我想一下 哦 前阵子 抠死了 凶悟空 齐天大圣 对 哇 为了那个角色 很过瘾啊 因为有那 有一个机会 然后就是 假发啊 指甲 推甲 然后 都 抠死了非常到尾 所以 很过瘾 全身 前脸贴的毛这样 就很帅气的孙悟空 是的 对 那你再说 抠死很认真 其实我觉得 那个 某站的跨年晚会 其实我觉得 那一天 不是真正的鬼龙 哦 像是 汪大东在抠死鬼龙 因为鬼龙是很 狂傲不羁 然后带点邪魅的气息 但是又要唱够 爱 对 我又不能太 你不能太邪恶的唱够爱 对 对这么专情的够爱 所以那时候就 我回头这样看 就挺像 大东在Cosplay 哈哈哈哈 其实舞台都是在 麦克斯的Cos 对 你说最近玩的什么 经典Cos 我觉得鬼龙也是一个 不错的经典Cos 因为 有一个中级宿舍 也有 扮鬼龙 之后到现在 我七八年也没穿鬼龙的衣服 七八年吗 七八年了 七八年了 最多了 最多七八年 对 所以我最近也完成了一个经典的Cos的角色 就是鬼龙 那其实除了这个标签之外 我们知道还有之前最火的一个词 多巴胺穿搭 有网友就说 大东其实是多巴胺穿他的鼻祖 你认可这个称呼吗 多巴胺 是很颜色五颜六色的 是的 其实今天这个也有点 虽然没有那么 今天还好了 对的 这高宝和动 今天这么 这怎么超人风 对 对 有点就是反正挺运动时尚风的 对那多巴胺对 我确实是挺喜欢穿一些 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台上 但私底下我其实是还是维持着运动休闲服 对就是尽量能减便的穿着 例如说夏天我就喜欢穿个背心 加一条短裤 冬天就是背心加短裤 加个鱼绒服 谢谢 然后再加个秋裤 不是秋裤 Legging 对 就大概这种穿搭私底下 什么多巴胺 多巴胺 那可能是台面上 比较喜欢华丽一点 对 对舞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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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我出道早就说我是鼻子 其实大家不是都这样穿的吗 不是 就是因为你穿得好看 我们在模仿吧 酸Q 这边是我们的榜样 穿搭榜样 不敢当 我还在学习当中吗 所以私底下不是那种 很喜欢穿五颜六色衣服的人 对 四角真的不是 哦 就是黑色系为主 几乎啦 哦 有自己的一套穿衣的 风格 教程 心得之类的吗 其实现在 因为我不是说我以前就 有在学美术 然后想 也 如果不当艺人 可能是会找 发型师 要造型师去发展 因为最近近年来 就很多音乐节开放了 是的 那也参加了挺多音乐节 是的 那每一套衣服都是我自己搭配的 哦 果然 好看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被人看了 好 总是会有一些这个 比如之前 对 腹肌 就是不管穿太多衣服 对 我很展示身材的衣服 对 对 但不是因为刻意想展示身材 其实他设计是这样的 就是想说 自己去做一些搭配 嗯 然后可能 也越来越了解自己 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可能 也从之前一些造型师那边 学到一些搭配方式 然后就进而 也想说 有机会 也喜欢 那就自己去做搭配了 嗯 对 对 主要想省钱 都很出圈啦 主要想省钱 没有没有开玩笑 我开玩笑 省造型师 没有开玩笑 没有开玩笑 主要是想尝试 当造型师的感觉 因为毕竟很想做造型师 所以其实你在做一人的同时 你其实一直在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 应该说一直在朝自己 想做的事情去努力 而且你一直在这么做 还做得那么好 还好还好 尽量在朝好的方向努力做 对啊 所以就看得你就会很开心啦 你知道你是属于那种 会给别人 一听到你的名字 看得你本人都会 很开心的那种吗 那挺好的 对 就是也算是一种 正能量的传递 是的 你就是这样 因为刚刚都说到了嘛 你是我们很多人的青春 这句话我就不想讲 但是 根本就不是啦 是啊 是吗 对啊 对啊 我从进了这一块地 到这个访问区 大家都说 我看到你的世界长大 是谁说的这种话 对啊 多说一点 没想到 我也有这一天了 多说一点 但我也觉得很开心很荣幸 就是 我既然陪伴了这么多 可爱的小朋友成长到这么大 天哪 哪有了 但是你一直都是满四十减二十的状态 你干嘛讲出来 年龄是男人的秘密 是吗 有点过迷糊了 我多少岁 最近记性不太好 你是学长了 这件事不重要 叫学长 叫学长 对 叫我师兄就好了 叫陈毅如可以叫师叔 好叫你师兄好不好 现在叫师兄 那师兄你作为一个闲眼包 是 是 我不否认 我把闲眼包一改一下 没事 叫羊眼包 羊眼包 哇塞 对 因为好看的闲眼包叫羊眼包 哇 学到 那你有没有一些 关于健身啊 有什么秘籍跟我们分享一下 秘籍喔 不敢说秘籍 但我也蛮乐于分享 就我刚刚说的嘛 小龙虾饭 就是 我可以甜甜吃 然后或者是 海南鸡饭 哦 就是海南鸡饭 它其实是 它油量挺少的一种鸡饭 清淡一些 对 然后我少吃 少油 少盐 不辣 无糖 哦 能做到这些其实 听起来挺乏 人生挺乏味 一点恐怖之欲都没 不是 人生需要一点点甜啊 对 有无糖 所以我 挺喜欢喝珍珠奶茶 哦 但是是无糖的珍珠奶茶 无糖的珍珠奶茶 因为其实珍珠它里面就会有些味 其实确实吃到一点糖也是会开心的 是的 对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就会补充一些开心的能量饮料 对啊 就是珍奶 你刚刚有说到小龙虾饭啊 什么 海南鸡饭 但是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前面都没有很多菜啊 总是什么 点个什么饭 但 但 我有一阵子就是 那时候还是在 很演员的状态的时候 嗯 那一阵子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找我的戏啊 每一部都有 洗澡的戏 哦 对 然后不然三不五时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是一定要从淋浴间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写这本的已经 大家帮我们回答一下就是为什么 就是 大家都知道了 就我就有一个称号叫 两七艺人 哦 水路 水路两七啊 啊 对对对 所以 那一阵子就很在维持身材 哦 而且又想呈现很 最好的状态 对 所以那一阵子我真的是天天吃水 因为我们也只能吃便当嘛 然后就会 请助理 烧一壶 热水 然后所以就便当就 倒进去 涮一涮一涮一涮 再把它捞出来 就把油都过一遍 过个好几次 这样吃 那实之无味啊 嗯 但 就是至少在镜头前 状态是好的 其实像一直这样子去劫持有克制 对 然后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是 我觉得是一件很难 但是你做到了 但你会发现做到以后 人生就真的乏味 啊 啊 哈哈 就是上升到这个 就是上升到 就是 每次 工作人员收工 就是 哎我们去哪里吃什么哪里吃 我说哦 没关系 我在帮我点几个简单的 那个什么 又是小龙虾饭的 不是小龙虾饭的 不是小龙虾饭的 就是那个 哎 水煮菜 那个什么鸡饭 那是什么 什么鸡啊 就是 反正就是 一只鸡的那个 哦 还少油少盐的一只鸡 对 就一只鸡 再一碗米饭 我就可以度过一场 你来长沙都是这样吗 不是 每个城市都这样 我已经上升到 就对美食没有欲望了 因为打开镜子就发现 有更需要的 也不是 是洗澡的时候 哦 就 哦 还在 坚持 对的 还好还在这样 对 然后 吃饭不用约我了 然后就在那边吃一吃 然后我妈说这个好不好吃 我没关系吃饱就好 嗯 怎么会这样 所以妈妈才会一直 说你要按时按点 要给你发信息 要你吃饭了 对 特别是你刚刚自己说了 你还有长胖 三公斤 我们刚聊完了这么多身份标签 其实之前说还有一个身份标签 野生旅游博主 这个 这个是啥 对 这个因为大家之前会 翻到很多你的各种不同城市 旅游的打卡的照片 对 所以今天还会有新的旅游计划吗 应该说就是边工作 但是我也想多看 多留意一下身边的美丽的风景 因为可能去一趟工作的地方 可能转机再加上搭车 哇一整天的交通时间 那好不容易到这地方 又有那么漂亮的美景 那何不多停留一回呢 印象很深刻就是去广州的开平 你知道那古籍百年的历史 就是有中西文化的一个老建筑物 哇在那边真的是觉得 拍片很出圈啊 那也觉得看到历史文物很感动 然后 例如我是南方的小土豆 哇这个梗有街上 你就去哈 去长春吉林 然后哇 每天都是零下十几二十度 看到雪就特别开心 那我就去看冰封的瀑布 然后又去了冰雪世界玩耍 一整天这样就是 跟冰这么近距离的玩了五六个小时 工作人员也是佩服我 而且听说哈尔滨的冰雪世界是大一倍 哇我在小一倍的吉林都玩了五六个小时 我那去哈尔滨我不得玩十个小时 所以就是如果知道你的行程之后 对 说不定你真的会给你偶遇 某个美景 对真的会是不是 然后搞不好来个卸钩 啊 啊 我期待着 哈哈 玩光车 然后你又不做事 什么什么什么 我偶遇到你了 我喊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 啊我敢 我不敢 动也不动 那就是他啦 现在我知道叫汪东城不动的就是你了 散播出去了 尴尬了我竟然暴露出我自己不被发现的诀窍 现在又要想一个天哪 我想想 所以来到长虾有去哪里玩吗 目前还没 棚里玩 啊OK 舞台上玩 对 那大东在2024年应该是新的EP要发了对不对 计划筹备中 计划 对 你的方向是 现在是挑歌中 然后都在朝性感 成熟方面去挑 是怎样一个性感法 就是 会比较 老师是怎么说就是唱歌的时候要带点气音 或者是有一些气泡的口吻 就尽量挑这方面的歌 然后可能会偏一些舞曲一点 可能MV里边会 还没到那里 还在挑歌中 以前想象象了 可以 早了一丢丢丢 MV又要干嘛呢 不穿了 两期艺人 早了一点点 早了一点点 好到时候多给我们透露一些细节好不好 透露一些细节 期待上 安排上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到了一个甜蜜回应专区 我们的茫茫仔 茫茫仔 茫茫仔 茫茫仔可是 冲浪在一线的艺人 他今天送上来的就是一些网上的热门话题词 我刚很熟 我刚很熟 刚开玩的游戏 好 谢谢茫茫仔 谢谢茫茫仔 茫茫仔 拜拜 他会再这样还是他下去呢 没事了 没事了 茫茫仔 拜拜 小心 看着你看着你 蒙茫茫 因为我刚跟他玩了之后 他头突然 所以现在要小心 他是被你倾倒了啦 好 来吧 看一下 来吧 我们可以抽一些画题 抽一下好不好 这么一大坨是什么东西啊 礼物啦 礼物耶 一摸就是芒果 真的吗 我最爱吃的芒果 哦 对 我很喜欢吃芒果冰沙 在夏天的时候 对 对 所以芒果有什么 呃 就希望你2024年一直忙下去 而且能接出丰盛的果实 太棒了 一直被我们热爱着 是 够爱 好够爱 yes 谢谢你 谢谢你们这么好寓意的一颗水果礼物 嗯 我会好好收着 舍不得吃 是吧 是吧 现在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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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一下 好不好 我们的网友的 我们康康 热门话题词 康康一下 这个好像很多字 真的吗 康康 哎呦 真的耶 哦 陈东汪包眼显 是不是拿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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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反了 拿反还在念出来 有点调皮 有点调皮 CJ现场发现显眼包汪东城 嗯 这个应该是那个带一个 对 那是我最不 最不想提的一次 哦 为什么 因为 那就多说说聊一聊 看看是怎么想聊 那一次其实是 准备了一个 非常完整的皮套 哦 对 然后因为我平常都很慎重的 会先试穿 嗯 但那一次 因为一些工作关系 然后 然后 就没事穿 嗯 以为打开就是完美 你想要的样子 完美 完美的样子 结果 诶 少了一条重点性的东西 我那一次想说大展伸手啊 哦 对 然后准备了两套 就另外一套也少了靴子 反正就 就我那一次还刻意定在 那个展馆的旁边的酒店 想说就穿着就走过去了 对啊 因为之前都是 开着车 停到停车场 嗯 然后在停车场换衣服这样 嗯 然后那一次是想说 诶 住在那附近 就直接穿着就走过马路就行了嘛 对 对 结果 两套都 少到去 所以就变成这样 但还是 那样子就好像也很难不被发现啊 是啊 是啊 就喊汪大东 你不承认都不行 还直接只能合影 好 你再抽一个好不好 再抽一个 回回回回回 分享 哦 这个也很长哦 是谁教汪东城这样打call的呢 啊 也没有是谁啊 就是 就是你会去看 那些 雄性激素特别强的 就是 抠友们 然后就 跟着互动 还有抠友 你们女生打call会怎么打call 比如说看到就 啊 喜欢你 喜欢你 啊 对不是我会说 对不是我会说 哎哎哎哎 不是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我会说如果在 在舞台上 那我唱歌也会盖住你的声音 你会 我总是会影响到别人 跟着唱 我也会说 我还会说 啊啊啊喜欢你 看见你 请吃我 之类的 哦真的哦 对对我会这样子 对但男生的call有是 用 哦 然后我们也会拿荧光棒 嗯 但我们会统一 一个动作 然后会一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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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一直哦 哇好累哦 有节奏感的啊 就有我们都有一个节奏感 然后不时的还在旋转 然后左转转 我来右转转 然后前面甩 后面甩 就是有点 反正就是很一致性的在 那你们要做一排 会不会很下 会不会很下 他倒是不会打到对方 哦 对 但是就是很壮观 然后就是很雄性荷尔蒙 哇塞天啊爆爆棚 哦难怪难怪 但是你刚刚那些动作很适合一首歌 哪一首 感觉我左手 右手里跟半动作 但我们动作是比较快一点的 对你们是比较快一点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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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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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哪要这样这样这样 哦 原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对我想说哇塞 我平常有在健身的人我都累了 他们怎么还不累啊 对健身是为了打call 对是 我真的很期待就住你旁边了 啊真的吗 因为随便拍都会 上热搜的之类的 哈哈哈哈 对我那一次还可以留胡子 想说哦 应该不会被认出来 对对对 好好像就绝对是你啊 哈哈 现在现在也可以通过打call方式来判断了 对因为本来本来戴口罩 但发现一直在那边也要吼嘛 这会呼吸有点困难 想说还是拿下来的 嗯嗯我觉得很好啊 生活中的你就应该这样子啊 我也这么觉得啊 是啊 谢谢你啦 不客气 总是给我们带来正能量啦 好喽 那继续看一看 继续还有 有了我们对你是非常非常 是全部都要抽完是不是 对只有四个 只有四个 对好来看 那后面一起 好呀可以啊可以啊 我们是四季发财了 哦太好了四季发财 还以为汪东城跑掉了 哦这个知道什么梗吗 这个当时有知道吧 这个当时有知道吧 好像某一次的音乐节 就是那个歌迷他自己录 嗯这唱 我应该去爱你 对 然后唱超大声这样 因为我自己也是会 翻看检查自己 工作时候的状态的人 然后那时候想说 我是不是真的跑掉了 自己都会怀疑 然后他自 然后之后才听到 哦他在讲话了 还想说吓我一跳 我想说哇塞 这个跑成这个样子 真的假的啦 那也是真爱粉啦 那也是真爱粉 因为他都会唱 对只是调 不同调 而且还给你契合得刚刚好 对就跟我和声 两三步的和音啊 对只是我这个 看了一身冷汗这样 连本尊都吓到了 要不要用一句歌词来 让我们听听现场的感觉 现场的感觉吗 一句歌词 准备好 好一点 全世界还有谁 被我们还绝配 我应该去爱你不浪费 能幸福的机会 在爱情的面前 你我都太卑微 爱上了谁敢万对 全 不 要唱我吗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全世界还有谁 已经这几个大小 可以了吗 好幸福好幸福 谢谢这个 好中二 中二就是汪东城的统治区 也不敢这么说啦 只能说我穿梭在二三次元之间吗 然后自己平常收工在家就是看动画片 开箱公仔 吃饭别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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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然后就是一直一直都是这样的个性 这样的个性算中二吗 中二肯定是你自己喜欢的 但我觉得你一直生活在自己的热爱里面 对应该说一直保持着那个同心吧 我只能这么说 虽然小时候急着长大 但现在就却很享受小时候那些美好的回忆 然后所以常常在看动画的时候 甚至是收藏很多公仔的时候 就会有着那青春无限能量 然后甚至是一直保持着那个有梦想憧憬的感觉 对 所以才会一直走在热血的路上 是的一直是学长 对绝对的绝对的 那最后呢要不要给大家送上一些带龙字的新年祝福 好在这边呢祝芒果TV的观众朋友们 龙凤城祥 龙马精神 龙年大吉 龙年行大运 天秘的任务 王耀庆的工作日常 欢迎我们的安靠王 爵爵 天秘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耀庆 那如果让你发一个新年快乐 第一个新年快乐 要发给披荆斩棘的哪位哥哥呢 这是现代科技的方便 那有没有去想尝试一些穷困潦倒的角色呢 我不非常愿意尝试 尝试各种身份 对但是也没有投资方愿意冒这个风险 就是说我们让他演个穷人嘛 不大家说可能看到你第一集是穷人 觉得你后来就东山再起 就发现到最后一集他还是穷困潦倒 一定还有下一季 一定有第二步 他这么多身份 你自己个人最喜欢哪个身份 我虽然是七四年的唱跳新人 就是也希望就是能够在唱跳上面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是之前的Uncle One的2.0版 就这样先来了吗 想看一下你现场来一个 今天挑战二倍速吧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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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精彩内容锁定 2月11日周日12点甜蜜的任务 王耀庆和你不见不散